沛妍有說妳跟男友參加聚會到 沛妍很大啊 沛妍她的嘴巴很大 你們不要再問她了 她宣傳完了沒啊 到底 所以現在就是聚會到好不客氣反放 其實也沒有好不客氣 其實她如果很想要紅的話 那也是可以請她 看要不要簽來認真美好 那我就當一個抽大概七成 就比照那個叫什麼 新人 練習升級 沛妍有說妳跟男友參加聚會到 我嘴巴很大啊 沛妍她的嘴巴很大 你們不要再問她了 她宣傳完了沒啊 到底 到底宣傳完了沒 宣傳到幾時啊 哈?也夏天 夠了吧哈? 沛妍她不要再宣傳了 所以現在就是聚會到好不客氣反放 其實也沒有好不客氣啦 所以無預警被沐妝有嚇到 也不會啦 不是真的嚇到啦 就是 你是說哪一個 是說 嬌哥的嗎 嬌哥很客氣啦 他一直一直堅 就是一直跟我講 然後他很緊張啊 然後當然他也覺得抱歉這樣 我就跟他說不會 只能說 就是記者們眼睛實在太尖了 就是已經那麼糊了 你們真的都是名偵探 我的媽呀 嬌哥很細心啊 因為在現場的時候其實當我們也有合照啊拍照 然後嬌哥都會特別把我的照片 我們的照片就是另外對 另外傳給我這樣 然後也有跟就是現場的賓客就介紹他啊 但是也說那就是請保護他這樣 所以我覺得嬌哥以一個主人哦 然後這樣的對待賓客我已經很感謝了 然後他就說 所以記者都沒有問他說 小燕姐送什麼禮物啊 耿如送他什麼 都沒有人問 都在問你 我說對不起 那換我跟你道歉 所以呢 我就來幫他講一下好了 耿如送他一個那個他的貼圖 賴貼圖有夠可愛 他男友自己有嚇一跳嗎 不小心就沒發現 還好耶 我覺得他自己算是還蠻淡定的 心臟感覺蠻大顆的 那感覺可以他有兩項 不要 因為他畢竟還是有他自己的生活啊 工作啊 還是不想要他太被影響 其實他如果很想要紅的話 那也是可以請他看要不要簽來認真美好 那我就當一個抽大概七成 就比照那個那個叫什麼 新人 練習生 把他當練習生再簽合約 所以他這兩週會去看阿美演唱會 會 會看幾週嗎 我沒有那麼多那個 因為也在宣傳 但是我就老早就跟就是公司卡時間 我說不管怎麼樣 阿美演唱會這段期間 我一定要去看他的演唱 阿美會一起去看演唱會 呃 不會吧 但就不管我一定要看到 重點是我一定要看到 因為他是我的張惠妹 欸 你知道阿妹要辦演唱會 我沒有說你知不知道 我只知道阿妹吧 欸你真的很沒禮貌 開玩笑 開玩笑 OK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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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玩笑